见飞轮竟能把魔力完全消除 维亚贝鲁意识到 就是他抓住了云天鸟 但飞轮并没有答话 尤贝尔则表示 那只不过是自己对运气好 碰巧找到了云天鸟的洞穴 飞轮的师傅又恰好教过他捕鸟魔法 换做是维亚贝鲁的话 想必也能轻松做到 你的运气还真是差呀 尤贝尔略带挑衅地说着 维亚贝鲁也直言一点没错 自己对就是很不走运 随后询问飞轮和他战斗的爱禄怎么样了 听飞轮说被我杀掉了后 维亚贝鲁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来 他放下指着尤贝尔的法杖 转身向林中走去 首轮考试的合格条件有两条 一是日落时 队伍必须持有云天鸟 而另一条是 三名队伍成员必须全部到场 是八号队伍输了 我会离开的 告辞 维亚贝鲁边走边说 并告诉不依不饶的尤贝尔 既然自己已经无法合格了 那就没必要杀掉他了 但即使如此 尤贝尔依然用法杖指着维亚贝鲁 想从背后攻击我也无所谓 只不过是再次让我 有杀你的必要了而已 维亚贝鲁的声音越发冰冷 尤贝尔也在菲伦的提醒下放下了法杖 就这样 维亚贝鲁离开了二人的视线 尤贝尔称赞菲伦说谎的本事不赖 菲伦则建议一起去援助兰托 但被尤贝尔告知根本不用担心 那个眼镜男相当有实力 兰托这边 与他战斗的是使用花瓣钢铁化魔法的三级魔法使夏鲁夫 他操纵钢铁化的花瓣 准确地攻击兰托防御空隙 成功看上其右肩 随后表示胜负已分 兰托则淡定地称赞夏鲁夫 自创的魔法很强 但大部分自学成才的人基础都不够扎实 并表示自己有个习惯 那就是在和不熟的敌人交战前 一定会仔细观察其战斗方式 比如现在 兰托说已经找到了夏鲁夫的弱点 因此这场战斗大概赢的是自己 但夏鲁夫却并不相信 还嘲讽兰托话真多 在夏鲁夫看来 兰托已经失去了惯用手 因此根本不可能赢得了自己 于是威胁他说 如果再不投降 接下来切断的就会是脑袋 兰托则一脸带卷地表示 这些其实都是自己交手前的观察方式 并询问夏鲁夫 是不是不太擅长魔力感知 话音刚落 一个毫发无伤的兰托出现在了夏鲁夫身后 并掐住了他的脖子 而那个右肩被砍伤的兰托 则缓缓消失在了夏鲁夫面前 夏鲁夫以为兰托用的是幻影魔法 兰托则解释说两面都是有尸体的 所以准确来说应该是分身 夏鲁夫本想问他 是什么时候使用的分身魔法 但话还没说完便倒在了地上 一直都是 在首轮考试开始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就已经是我的分身了 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 就这样 八号队伍的两人都彻底落败 唯一还能行动的维亚贝鲁 此时已经来到了倒下的艾璐面前 发现她没死后 脸上立刻恢复了元气 艾璐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她个臭女人 居然一脸平静地说出那种话 维亚贝鲁不爽地抱怨着 随后蹲下身将艾璐含性 还嘲讽她用光魔力太丢人了 明明是魔法学校里成绩最好的 艾璐则生无可恋地表示 自己被普通攻击魔法的浪潮吞没了 防都防不过来 听闻此言 维亚贝鲁第一反应是不太相信 但看了看战斗痕迹后 还是接受了事实 并嘲讽艾璐像傻瓜一样正面作战 不然以她的水平也不是绝对赢不了 心里则感叹飞轮墙的离谱 只用攻击魔法就能正面期待艾璐 走吧 去和夏鲁夫会合 维亚贝鲁说完转身就走 艾璐却表示自己现在还是走不动 这让维亚贝鲁颇为无奈 只好用魔法将她搬运起来 但却遭到了艾璐的抗议 于是只能一脸嫌弃地背着她行动 还边走边抱怨 为什么要我做这种事 走着走着 二人便来到了夏鲁夫所在之处 维亚贝鲁本想让夏鲁夫帮忙一起搬运艾璐 却不了看到的是身体麻痹 无法行动 哭哭啼啼地恳求维亚贝鲁背自己的夏鲁夫 就这样 维亚贝鲁只好一边背着艾璐 一边用魔法搬运夏鲁夫 路上 艾璐听到了稀稀苏苏的声音 并询问维亚贝鲁是什么 维亚贝鲁告诉她 姐姐外面正在下雨 还说这简直就和自己的心情一样 首轮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 队伍里有两名队员失去了战斗能力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无法再抢夺云天鸟了 不合格已经是板上钉钉 听闻此言 艾璐感慨维亚贝鲁真是温柔 即便这样还是回来救他们 维亚贝鲁则别扭地表示 你是想让我把你们丢在这里吗 随即便听到了夏鲁夫祈求不要丢下他的声音 并立刻呵斥 一个大男人不要哭哭啼啼 这份温柔 就是你与魔族战斗的理由吗 你曾经从魔物手中保护过我居住的村子 详细往事的艾璐 询问维亚贝鲁 维亚贝鲁则反问艾璐是不是傻 怎么会有人因为温柔就赌上性命 人类只会为了自己的欲望战斗 随后表示自己为的是女人 在我的故乡 曾经有个我很喜欢的家伙 正好是29年前的事了 随着魔族在北方诸国的活动 渐渐频繁起来 那家伙也跟着家人去中央大陆避难了 什么都不懂得我 对着临走的他耍起了帅 说我会把那群混蛋魔族杀个精光 到时候你要赶快回来 当时的我只有四五岁吧 事到如今 我连他的名字和长相都记不清楚了 维亚贝鲁怀念地说着 艾璐则微笑着吐槽他是个傻瓜 对此 维亚贝鲁并未否认 并抱怨起了回去的时候要走海陆 自己运船很严重 艾璐问他要不要和自己爷爷见一面 因为爷爷是一级魔法使 说不定可以带他们走路路 说着说着便被前方的什么吸引了注意力 随即立刻让维亚贝鲁向前看 维亚贝鲁抬头望去 发现一只云天鸟正在树枝上休息 于是立刻发动目光拘束魔法将其捕获 就这样 八号队伍成功抓住了云天鸟 开什么玩笑 吃钱费那么大劲是为了什么呀 好运来得也太晚了吧 说回福利连所在的二号队伍这边 13号队伍的拉奥芬挡在了他们面前 同队的邓肯则躲在后方观察 发现二号队伍有个优秀的精灵魔法使后 邓肯意识到拉奥芬的魔法只要在他面前使用一次 便立刻会被识破其中原理 但只要能使用一次也就够了 毕竟13号队伍的目的并不适合二号队伍互相厮杀 此时 拉奥芬已经发动魔法 在福利连等三人眼前瞬间消失 与他一同消失的还有福利连手中观云天鸟的笼子 发现笼子被抢 拉奥芬十分警惕 福利连却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被抢走了吗 真是有趣的魔法